其實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就是三金典禮的演出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就是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剛好因為我們最近就是我們成團的七週年 然後也是就是可以跟廣播金鐘一起度過 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廣播金鐘表演我們第一次表演的新歌 就是會有一首新歌叫做頑強 我們還沒有發行 然後我們預計在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發行 然後這次要第一次表演 對在廣播金鐘上面 因為這首歌它是一個很熱血 然後是獻給所有就是認真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追夢的人 然後也是透過這首歌想要致敬所有就是非常認真的在廣播啊 然後Podcast啊就是非常認真的這些用聲音工作的人們 我們是不會穿紅內褲 因為我沒有入圍 對 要演唱會嗎 哇好像比演唱會好好看耶 應該會更正式一點 就要正式一點 畢竟是一個隆重的典禮 對 因為有很多粉絲就是有說過我們穿西裝很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光是彩排就讓人聽得陶醉 第五十九屆廣播金鐘獎將在12號在北流盛大舉行 擔任壓軸嘉賓的正式當紅樂團 理想混蛋 第一次參加就是三金典禮的演出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就是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剛好因為我們 最近就是我們成團的七週年 然後也是就是可以跟廣播金鐘一起度過 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雖然是首次參加三金表演 不過典禮舉辦在北流 恰巧就是理想混蛋去年舉辦演唱會的地點 雖然場地已很熟悉 但心境仍有不同 壓軸節目主軸為聲浪如潮涌向國際 將演出歌詞搭配入圍者的工作畫面 凸顯DJ們對廣播的努力與堅持 而理想混蛋也特別準備了未發行的新歌頑強 將在典禮上首唱 緬約這首歌它是一個很熱血 然後是獻給所有就是認真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追夢的人 然後也是透過這首歌想要致敬所有 就是非常認真的在廣播啊 然後Podcast啊 就是非常認真的這些用聲音工作的人們 廣播金鐘獎表演嘉賓除了理想混蛋 還有歌手伊慈恩與馬念賢 以及史英英完弦四度 將帶來什麼精彩表演也令觀眾相當期待 其實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就是三金典禮的演出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就是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剛好因為我們最近就是我們成團的七週年 然後也是就是可以跟廣播金鐘一起度過 就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在北流這場景應該蠻熟悉的吧 哈哈哈哈 對因為我們先前有在這邊就是舉行過我們的演唱會這樣 然後算是一個就地重遊 但是這次是一個非常隆重的典禮 所以我們也是以一個不一樣的心情 因為演唱會可能我們自己是以就是最輕鬆啊享受舞台 但是這一次是我們的演出是要致敬很多的聲音工作者 對所以我們是帶著一個非常崇敬的心情來到這邊 然後希望透過我們的演出可以為這個典禮增添一點點色彩這樣 因為台下又是很多前輩 對沒錯就是有很多我們 因為我們也時常會上一些廣播電台宣傳 然後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前輩啊哥哥姐姐們 對都會在台下 所以也是一個很熟悉的朋友們 對對對所以也會還蠻 也是有點緊張啦 對在他們面前演出還是要這個 對認準一點 哈哈哈哈 那是你們特別為了廣播金鐘準備了一個驚喜的表演嗎 是的 沒錯就是因為我們會在廣播金鐘表演 我們第一次表演的新歌 對 就是會有一首新歌叫做頑強 我們還沒有發行 然後我們預計在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發行 然後這次要第一次表演 對在廣播金鐘上面 因為這首歌它是一個很熱血 然後是獻給所有就是認真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追夢的人 然後也是透過這首歌想要致敬所有就是非常認真的在廣播啊 然後Podcast啊都是非常認真的這些用聲音工作的人們 對 那難得知道第一次登上三季女孩嗎 服裝上面會不會有什麼衣服 喔 既然是 就是有說過我們穿西裝很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你平常都會聽廣播電台 我們是 對有在聽廣播跟Podcast 我們還有在自己錄Podcast 對 對 對 我們有報名一下那個工作金鐘 因為今年第一次有Podcast 這個獎項 或許我們有報名單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在加油這樣 上次我們發稿裡面有提到 您是以比較輕鬆的結聊的方式來做 沒錯沒錯 因為我們就佛系精靈 對佛系精靈 那未來的話如果多了一個獎項 對你們有多一個機會 會不會同性調整一下 好 哇 好像 目前就是因為我們那個 主要是記錄我們後台的生活 也是一個時間利用 就是 有這樣的期望嗎 哈哈 不敢期待 還是繼續隨興路線 我覺得這個廣播跟Podcast 都是非常專業的一個領域 然後我們是從業餘慢慢就是 就是有一個 我們要斜槓一下 對 先斜槓 我們先努力適應一下 然後未來就是如果真的有 合適的機會 我們把它越做越精緻的話 我們也會努力挑戰看看 你們曾經有過DJ夢嗎 就是想像自己在電台裡面 可以播聲音給 就是聽眾朋友們聽 我有耶 你是以前就有嗎 因為就是以前 因為我看 我就是看劇 因為以前比較 網路比較不發達的時候 好像很多傳情話 好像要透過DJ來傳情話 好像要點歌送給某一個人 對 因為我看一些劇 然後有知道這件事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或許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當初才想說 或許我們的Podcast也可以 有一些這樣子的情勢在裡面流動 你說他點歌傳情的部分 對對對 而且你有那個之前 還點過這個傳情嗎 喔 沒有沒有 你點過告白用的 喔 沒有嗎 沒有 台北如先生點給誰 但是我還沒有傳情 因為那時候 對 都是直接 在社群上 沒有 沒有 沒有特別在廣播上傳情 但我們 我們之前去宣傳的時候 有當過那種一兩集的客座DJ 對 然後其實覺得 哇 當DJ真的沒有想像中容易耶 就是要很有話題可以聊 其實我們劍庭有這麼神話的人 就是 要怎麼讓大家 鼻子可以把那個空間填滿很流暢的 一首接一首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要練習的東西 好 那就你再加油一點 哈哈哈哈 會啊 會啊 很多耶 好事聯播我 還有那個 HIT FM的你也會 HIT FM 那個順子 我看起來你會的很多 我記得我們之前也有錄一個 有啊 飛碟也有 對 那個 飛碟Network 空中的夢想家都有 對 我們各台都聽得很多 哈哈 也很歡迎就是 大家如果想要做 找我們做Jingle的話 我們是非常的樂意 對 我們那個聯絡電話在這邊 哈哈 我們來最後一題 因為其實這些年 要被邀請來金鐘表演的 藝人啊 或是來頒獎的藝人 都因為佔金的關係 運氣會特別好 喔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願望 就是想取出來 就取了就會達成嗎 喔 那這個要很慎重喔 哈哈 不能浪費這次機會 因為很多人就是 答應表演 或是入圍啊 金鐘啊 哇 我覺得入圍這種事 還是就是 挺甜蜜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再次表演 三金的舞台的話 喔 我覺得是很莫大的用心 喔透過這次廣播金鐘 拋 拋專輯 我們算專嗎 哈哈 就是希望透過這次廣播的心中 對我們之後未來好不好 就是 各個三金典禮都有機會 就是能夠讓我們上台演出 對 許一下這個願望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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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